今天是8月24 星期一 上星期四月美股跌358點 到星期一再跌到531點 當然很少出現跌勢 令港股今早開出來已經低了800多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反彈但沒什麼用 低了800多點這麼大的離口 其實要補不是一、三、兩天可以看到 之後高壓漸漸加大 因為始終市場在六年跌之後 再出現這樣的下跌 你說比較理性的投資者 當然是磁形保財 但持貨多的話 不管是理性還是不理性 一定是害怕的 如果去到上星期五 開始反彈了 看市場跌這麼多 一開出來沒800點 老實說人家都會亂 所以上星期一輪的下跌 其實多多少少隔離了一些 止蝕的沽盤 其實一直在說 一早做風險管理 輸一元的時間輸了 那些叫做壯士斷臂 到之後的市場反彈到25000多點 能夠下車的 輸多少的就叫做輸少當贏 這兩個動作都不做 現在付出的代價一定是遠超來預期 你怎麼也想不到市場跌到21000多點 但它真的跌到21000多點 指數今天日中的低位是21136點 這個低位是什麼低位呢 去年2014年全年的低位是3月20日的21138點 即是說今天日中的低位是技術上輕輕跌穿了去年3月20的低位 但是一般來說見底 市場就慢慢走上來 你會覺得市場跌夠了 但是現在這分鐘以收市來說 都是一個低位盤戶 那就是似乎來說是超賣 但是超賣不是道表不可以再超賣 加上美股已經是跌穿了長期的上升軌的底部 至於A股也都跌穿了7月9日的低位3373點 換句話來說在美股在A股大幅下行 而且穿毀的情況之下 港股很難獨善其身的 那到底市場跌夠了嗎 老實說我自己覺得市場仍然是反覆下行的形態 因為直到現在這分鐘都還在派 好像一隻廣交所為例 如果真的見底的 一個見底就反彈幾元了 你追都追不到的 但到收市為止 180元179元25里買的 200多元已經出現了這個情況 每一次下跌 每一個低位 都是站在那裡 讓你感覺到市場好像跌夠了 那麼有不少人呢 是不斷地加著去買 加著完之後明天又再跌 明天加著後日又再跌 老實說分兩處好分三處好 你分得住 什麼都買齊了 接著才來急跌 你怎麼走呢 唯一可以做的方法 最自保的方法就是 暫時來說次型暴態 繼續觀望 這個沒得選擇的 因為搏下去又被綁 買多些又會輸 不買又怕它反彈 但是你又不敢保證 它不會再向下走 唯有暫時觀望 收市的指數是21,251點 比對上星期五收市 是跌了足足1,158點 很久沒見過 不過還有一件事 跌市成交大 今天的成交金額 是有1,389億 換句話來說 在整個技術上下行的形態當中 在每一個新低之後 成交都是大的 即是打把的人多 有些就說 大碗買貨越買越低 我不敢說 說不是 但問題是 現在金融市場 是來慢著一股不穩 和避險的情緒 因為事實上 亞洲區 你好像印尼 馬來西亞的匯率 已經跌到九八年的新低 那個低位了 那情況呢 還是不得穩定的 這一浸下來 最大的煞傷就是 你不覺得市會跌這麼多 但市就真的跌這麼多 其實說真的 這個 基本上就是風暴 為什麼不是 4月27日的高位 還是28,589點 4月27日 到現在為止 4個月而已 8月27日還未到 最低已經見過21,136點 在這4個月之中 恆生指數 是跌了足足7,453點 厲害嗎 28,000多的市跌7537點 等同差不多跌了三分一 怎麼會不厲害呢 我不當你什麼熊市 不當你什麼牛熊 你這樣的幅度 這樣下跌 其實殺傷力 絕對不簡單 第一浸由28,589 跌到22,836點 跌了5,753點 之後反彈上去25,634點 回頭再跌下去21,136點 頭一個階段跌5,753點 這個階段都跌了四千幾點 五千點都來緊頭了 那你說 這個市這樣的下跌 老實說 如果你抱著一個 我中線持有的 我不用怕的心態的話 你的損失就會很大 當然不知道 所以中線不知道等什麼時候 但問題就是 現在這一分鐘 在人民幣匯率扁了之後 你看見 亞太區國家的貨幣政策都改變了 那一旦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一些熱錢就一定暫時靠哪一站 我不知道你貶到什麼時候 我當然是暫時避免一避風頭 那你這樣避免一避風頭的話 資產價格有什麼發展不受 衝擊 對吧 就算內地的經濟 是呀 能夠補七都好 他都很難獨善其身 因為上證指數呢 今天呢 跌下多些跌下多些 其實開市那一刻 已經是3373點 這個是平回7月9號呢 官方戶盤的時候最低的位 一個列口低開 跟著在3373點呢 再進一步向下走 越跌越多 越跌越多 如果技術上的形態來說 現在比較防守性的支持 上證指數呢 已經是退守到呢 今年2月9號的低位 3049點的了 在A股逐步下限 美股逐步下限的情況之下 廣股很難獨善其身的 我也知道市場超賣了 超賣得很厲害 但是資金又在撤緊 市場的情緒就比較保守 那麼現在最好的做法就是 保持官網了 或者簡單點說 不買貨住不入市住呢 可能已經是最好的投資方法 因為你保住那些本不失 已經是最好的 因為你的購買力越來越強 那些東西越來越便宜 沒有辦法之中的 唯有就是這個辦法 我自己覺得的市場 不是不得 但是真的可以小住 千萬不要大住 直到那大市 真的斷定來講 那才再考慮 好嗎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